大家好,我是Stan 正在监察旗下产配Edoor管理层是否试图夺基因权的Hibu 今天25号公布了中间结果 根据结果,Hibu确认了由Edoor的代表米尼锦主导的基因权夺取计划的具体事实 并且也获得了误证 在监察过程中,被调查的一名人士承认了关于夺取基因权计划和接触外部投资者的事实 并提交了包含这些信息的资料作为证据 也承认了为此摘写了攻击Hibu的文件 根据面对面的调查和提交的讯息资产中的对话记录 Edoor的代表米尼锦指示基因团队制定一个可以施压Hibu出售持有的Edoor股份的方法 而根据这项指示,管理层具体讨论了中指与一人独家合约的方法 以及使Edoor代表米尼锦与Hibu之间的合约失效的策略 此外,对话中还包括了拉来全球资金与Hibu进行交易 对Hibu所做的一切行为提出严厉批评 以及寻找能折磨Hibu的方法等内容 然后,对话记录中还包含了5月开始准备舆论战 将Edoor变成空壳后带走等具体的执行计划 最后,Hibu从监察对象那里获得了一份声明 声明中指出,最终脱离Hibu这一表述 是记录了Edoor代表米尼锦所说的话 米尼锦在事件爆发后发布的立场文中表示 他从未试图夺取Edoor的精英权 如果没有最大股东Hibu的同意,Edoor从Hibu独立是不可能的 反而是因为自己提出了抄袭Nujins事件 所以收到了Hibu的报复性反击 米尼锦还强调过 不是已经有了50-50事件作为先链吗? 我不会做那种愚蠢的事 结果,Hibu将根据这些资料 于25号以业务上的背讯等罪名对米尼锦等人提告 Hibu也表示,将全力支援Nujins成员们 确保他们的心理和情感照顾 并助力他们成功回归 然后,公司计划尽快与成员们的法定代理人会面 讨论采取的保护措施 Hibu的代表帕杰文表示 在推进多品盘战略的过程中所发生的事情 给粉丝们、艺人们以及所有成员们带来了弹药 对此,我深感抱歉 随着事件逐步平息 我们将尽最大努力促进KPOP的宝贵资产 艺人们的心理疗愈和情感稳定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从Hibu的立场来看 应该会感觉到极大的背叛 投资了几百亿,去年还是亏损 今年一旦转亏为盈,就准备背后捅到 看来他们可能是从一开始就打算离开 艾里的问题也指向是个借口 那个聊天室只有代表米尼锦 副代表等额度额的核心管理层三人 所以说额度额最核心的人 已经不是站在米尼锦那边了 米尼锦已经是确定完蛋了 关键是成员们的家人们 是否能迅速与他断绝关系 如果像FIFT的情况那样 受到心理操控的话就糟糕了 这次事件中 成员们的父母摄入的程度是一个关键因素 到目前为止 他们还没有发表任何立场 看起来像是无法脱身的情况 如果确实如此 考虑到海埔仍在示好 最好是主动寻求和解 结果一切都取决于成员们的父母 如果他们选择离开海埔 实际上等于是选择了退出娱乐圈 在诉讼期间 他们将无法进行活动 也不能使用Nujiens这个名字 而且看了今天的报道 海埔是想要留住成员们 希望Nujiens的父母亲们 能谨慎做好选择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引起热议的Winter无表情开麦琴唱 因为这个影片收到了很多关注 Winter也在粉丝论坛留言 那时候我觉得我需要重新调整我的耳脉 真的完全没想到会被拍下来 我原来那样唱歌啊 好神奇 不过虽然看起来很平静 其实我一点也不平静 KKKK 不过这个影片一开始 因为实在是唱得太好 所以很多嫉妒的人就留言说 肯定是对嘴 可能因为只喜欢过那些唱歌不好的歌手 所以看到唱得好的人 就说一定是对嘴 这些人真有病 看了留言 好像很多人都希望这是对嘴 那些装睡不醒的人 真是让人反感 如果只是假唱 那为什么还要做彩拍呢 当然是要用耳麦对声音 那些坚称不是开麦的人 到底是什么意思 从这么小的身躯中 发出如此强大的声音 这是令人惊叹 Winter唱功很好 不是饭圈公认的事情吗 为什么这么怀疑呢 对呀 我们再看两个Winter的实力 我死不病 在评论器械上 这也有感到阵子里的声音 我也是有感到阵子里的声音 第一 再看三个目的声音 anal遥 你坐这么小时 我也是有感到阶纱的声音 那我不是故意看 你不用打凶子里的声音 那我坐在一起